你敢相信吗?中国居然把喜马拉雅山挖穿,用来修建铁路,这能做到吗? 没错,这不是设想。 据有关消息,中国正围绕喜马拉雅山建一条连接中尼的铁路,预估在2024年年底竣工。 这也是世界一大奇迹工程,连外国人都对我国的基建技术连连称赞。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修建此项工程的?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随着中尼两国友好关系的加深,中尼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是中尼之间的交通却很不方便。 所以,中国将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修建世界最高铁路,中尼铁路。 据了解,中尼铁路于2014年构想被提出,直到2021年,中尼两国召开了中尼铁路第七次工作会议,进一步确认了中尼铁路的合作。 根据规划,中尼铁路将由青藏铁路线延长,从西藏日苛泽经过吉隆县,直通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国境内443.8公里,境外90公里,这条铁路全长540公里。 按理说,中国在建造铁路上已经轻轻熟路了,但是在工程建设中不得不考虑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这就是喜马拉雅山。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超过7350米,并且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也处在这一位置。 此地也被人们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境区,所以想要在此凿穿一条隧道绝非意识。 除此之外,中尼铁路的线路规划,平均高度都在6000米海拔之上,进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但是面对种种困难,中国工程师永不退缩,从没想过放弃。 为了凿穿喜马拉雅山脉,工程团队直接将国之重器炖购机运送到这里。 精华号炖购机重量高达4300吨,整机长150米,最大开发直径约16米,高度有五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 有了它,建设中尼铁路的难度也大大降低,让这项不可能的工程成为可能。 而该铁路的修建对于尼泊尔而言,无疑就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只要这条铁路能够开通,就完全能够搭上中国这辆经济快车。 而对于我国来说,中尼铁路的修建将有利于让西藏成为连接南亚中亚的铁路新枢纽,这将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修建耗资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整个中尼铁路的尼泊尔段造价就接近80亿美元,可问题是尼泊尔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1年尼泊尔的GDP约304亿美元,也就是说修筑中尼铁路需要花费整个国家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尼泊尔吃巨资修筑中尼铁路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穷,俗话说,要享富先修路,越穷越要咬着牙搞基建,不然就得一直穷下去。 尼泊尔为了谋求发展,就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修筑中尼铁路,顺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合作共赢。 当然,另一个显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尼泊尔想要摆脱印度的控制。 尼泊尔是一个南亚内陆地区的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南边的山脚下, 其余三面皆被印度包围,而这么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早期的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性比较强。 虽然一面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接壤,但是却隔着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绝大多数资源依赖从印度进口, 甚至可以说印度直接掌握了尼泊尔的经济命脉。 尼泊尔建国后,印度曾多次挥舞制裁大棒,破坏尼泊尔内部经济结构,企图借此吞并尼泊尔。 但好在始终没有成功,尤其在尼泊尔大地震后,印度封锁了尼泊尔石油、药品、救灾物资的输送。 在长达半年的封锁中,尼泊尔国内经济险些崩溃,如果不是中国紧急派遣运输队输送石油,尼泊尔境内恐怕将陷入更大的内乱和动荡之中。 由此看来,尼泊尔摆脱印度控制的任务迫在眉睫,而中尼铁路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面对这种情况,印度一定不可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中尼铁路需要克服的另一个难题,印度干涉。 我们知道,印度这个人口大国有着严重的霸权思想,先是吞并西京王国,后是将不单作为傀儡,接着又将东巴基斯坦变为孟加拉国,又为斯里兰卡反动政府提供支持。 在印度看来,如果控制了经济命脉和石油,那么就可以掌控尼泊尔。 可惜的是,印度的所作所为没有明显效果,反而更加激化了尼泊尔的民族主义,团结一致对抗印度。 尼泊尔地处两个大国之间没有港口,虽然很难摆脱印度经济影响,但是完全可以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 中尼铁路的建设完全可以让尼泊尔逆势崛起,实现经济腾飞。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之一,有良好的工业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中国。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这些密集型产业又会从中国扩散到其他欠发达国家。 一旦中尼铁路开通,那么印度吞并尼泊尔的想法将彻底终结, 并且这将极大促进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而且能够修通世界最高的铁路,更是中国基建一张全新的名片。 这对于尼泊尔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较长又完整的产业链,能够将尼泊尔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 使尼泊尔从第一产业顺利过渡到第二产业,增加就业提高经济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尼泊尔将利用自身丰富的水电资源,以及利用新能源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与此同时,有需求就有市场。 中尼铁路的建成,使我国企业能够尽早开拓这个潜在的庞大市场,奠定自身的市场地位。 从以上条件,这种合作共银的工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尼铁路的修建,绝对是一项工在当代,立在千秋的超级工程。 但是在修建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 可想而知,在高海拔地区,路况艰险,高寒缺氧,横穿地震带,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手段,更需要修筑队员坚强的意志。 这项比青藏铁路修建难度大百倍的工程,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冲破权威,挑战极限的勇气和魄力,有合作共银的诚意,有共同建造美好世界的决心和愿景。 于是基建狂漠中国在世界的质疑声中开始施工终于铁路。 但是,即便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了七八年,但是想要修好这段铁路却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这段铁路的境内线路海拔比较高,因此在修建的过程中, 施工者们就必须要应对一系列的高原反应,除此之外,在修建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施工难题。 比如高原地区最常见的动土问题,以及复杂的地质环境,并且该段铁路处于亚欧板块的活跃地带, 这也就意味着该段地区可能会经常有地震发生,而地震伴随的泥石流以及山地滑坡都是铁路工程要面临的难题。 据了解,中尼铁路在中国段的路线将会在2024年修建完成,而尼泊尔段在今年正式动工建造, 作为中尼两国之间的唯一连通路线,这一定会是一件伟大的工程。 对中国来讲,利用这一条铁路我们可以通过尼泊尔这个国家将我国与印度国家之间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通过这一铁路进行贸易的往来,就不再需要去借助海上运输。 尼泊尔方面现在乃至未来,应该做的便是维护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的关系, 并且我们中国也会珍惜每一个与我们交好的国家, 同时也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发展困难的国家以适当的时机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从这些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修建和南亚地区的泛亚铁路网, 而中尼铁路就是这个泛亚铁路网当中的一部分。 泛亚铁路网是我国一直在大力构建的一条铁路网, 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亚诸国, 而这个铁路网的建成不仅能在经济上促进中国和东盟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达成更加频繁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还为了中国未来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欧大陆交通大通道, 以及和这些国家达成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哪怕是以后中国在极端情况下遭遇了海上封锁, 也能够通过这些铁路网找到其他的出海通道。 而中尼铁路的意义也就是这样, 中尼铁路未来对接的目标其实是印度出海口, 孟加拉湾,虽然目前中印两国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日后只要两国能够达成合作协议, 那么中尼铁路更是能够直接连通印度的铁路网, 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在南亚地区找到新的出海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